大家好 這個聲音聽得到啊 我是家瑋 今天代表無國界記者組織 來支持蘋果日報 那大家知道無國界記者組織 其實是一個抗議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那我們在這兩年來 其實高度的關注香港跟中國新聞自由的情況 那謝謝經濟民主聯合今天的邀請 香港面臨的新聞自由的挑戰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嚴峻 港府他其實是透過國安法大量的起訴異議人士跟記者 根據我們自己的統計這兩年來包含黎智英在內 至少有十二名的記者或者是新聞自由的捍衛者 是因為國安法而目前仍然被港府關押在監獄當中 那另外呢港府他也透過凍結資產的方式 然後迫使香港的蘋果日報需要關定 那大家知道嗎其實就在昨天包含黎智英跟記者 一位記者叫何貴蘭在內 共有二十四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只是因為參加六四天安門的紀念晚會 只是參加一個晚會 就被港府控訴他們 善或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這樣的罪名 那各自被判了六個月到十三個月這樣子的服刑 非常的嚴重 只是因為參加一個自由的集會 只是說出了他們支持六四天安門的訴求 就被指數 然後就需要被關押十三個月 那大家其實在網路上也會看到 黎智英他自己透過他的律師發表了一封 親手撰寫的陳情信 那這封陳情信他就寫到 我唸給大家聽 如果悼念這些死於不義的人是一種罪 那就讓我來承受這個罪法 黎智英他現在仍然在煎熬當中 承受這些莫須有的罪名 那成如今天的活動 港府他除了抹殺香港的新聞跟言論自由 現在甚至要透過清算資產的方式 把手伸進台灣的蘋果日報 大家知道說 清算台灣的蘋果日報 它不只是一個法律的議題 或純粹的一個商業交易的議題 它同時會對新聞自由跟人權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假設說 如果香港當局 他派的清算人來台灣 取得台灣蘋果日報的資料 所有應該被受到保護的資訊 像是記者的姓名 有一些撰稿人的秘密 採訪調查的細節 退款的紀錄 都可能會留下港府跟中共的手上 讓台灣蘋果日報的前任 跟現任的員工 甚至所有提供稿件 被蘋果日報採訪過的這些受訪者 它都可能會面臨到港區國安法的風險 就如同剛剛記協的智德提到 這些落入中共的資料 就未來的某一天 你可能入境香港 過境香港 或者是搭乘國泰航空 都可能會被面臨被國安法起訴的這些風險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法律的議題 它也是 它不單單也是 不只是一個商業交易的議題 它也是人權跟新聞自由議題 所以我們其實認同經濟民主聯合的主張 認為台灣的政府必須立刻採取相關的措施 如同文化部 它可以以各支法的限制 限制這些資料不能夠跨境的傳輸到港府的手上 那對於台灣蘋果日報而言 我們今天也來表達我們的支持 那我們期待台灣蘋果日報能夠堅持獨立 那如同過去蘋果日報創暴的精神 持續的在受外界的壓力下 繼續報導新聞 同時最重要的 拒絕香港法院要交出資料的這些才是 我們希望蘋果日報能夠守住這樣子新聞自由的底線 那大家知道新聞自由是基本人權 那它其實也是其他形式自由的一個基礎 那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劇烈的惡化 那我們身為一個新聞自由的捍衛者 無國界組織身為一個長期在國際關注新聞自由的組織 那我們大家必須團結在一起 那拒絕中共跟強缺的霸凌跟越線 那我們必須要守住這個新聞自由的最後的底線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家瑋 也謝謝無國建制的組織 這段時間來都跟我們站在一起 上個月的記者會 也和我們一起到現場發言